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阎白虎在1904年群雄割剧的一个攻略 这个攻略的核心就是一开局要速推王朗 虽然说开局我们跟王朗是同盟的状态 跟王朗和刘耀是同盟的状态 但是阎白虎手下只有他自己还有他的弟弟阎兴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不吸收王朗的人才的话 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破局的 这个地方游戏等级超级,战死的是5 然后假想是,说明是实施 然后呢,这个剧本呢,其实开局的话 是可以,是不用把这个,就是不用把这个人才全部都训练 就是士气全部都训练成100的 稍微训练个几次就行了 因为我们时间上耽误不起 然后曲额岗的2000人也不要动 曲额岗的2000人也不要动 为什么,因为一旦你动了这个曲额岗的人 那么他淘迁就有可能出兵打你 冰射的话要100天 我想想,我们继续让阎白虎训练吧 对,第一回合直接出征 这个阎兴的队伍只是为了吸引这个王朗 当然我们不可能说直接走到这个地方去吸引王朗的军队 我们肯定是要走别的地方的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训练 当然我们马上还要跟王朗这个结出盟约 训练以后,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外交 我们摒弃这个同盟 摒弃同盟 颜白虎最好让他士气达到100 但是王朗的士气不需要达到100 王朗可以相当于是一个宜兵之计 为什么要开局就跟他摒弃同盟 也不把士气训练到100 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 就是阎兴 其实本来让阎兴一起跟这个阎白虎训练的话 加的士气会更多嘛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实在是没时间了 因为很快孙策会来打这个刘瑶 然后呢 陶谦呢也会来打我们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在这个剧本里时间就是生命 基本上我们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一年左右如果王朗灭不掉 我们这个剧本就失败了 就失败了 不要去探索人才 因为你探索的人才 你探索出来以后 很有可能被电脑给登用掉 因为你阎白虎是没有任何的登用人才的能力的 魅力又低 智力也低 所以我们就稍微寻查一下就行了 确保不会有贼兵吧 一般来讲你没有贼兵的这个下限是80的至安 但是我们在这里真的要求没办法再高了 这个75左右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钱要省着呀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已经逐渐接近这个王朗的这个会计了 虽然说我们是绕了远路 但是这个绕远路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如果直接从这个地方过去的话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就算我们把他的部队从城里引出来 那么他也是两个回合之内也可以回到城中 所以我们只有在这个地方去用兵 他才能就是说让他 部队就说彻底 就是说 彻底出来 就是彻底离开他那座主城 因为你要知道王朗的手下全都是高智力高政治的人才 包括这些什么王朗花青这些 这些人你只要跟他一接近 你一旦接近这些人 他们马上就可以 就是把你用个技能把你晕掉 让你回城 那你就前功尽弃了 钱的话我们带3600 钱的话多一点 然后粮草也稍微多点 400天的粮草是可以的 400天的粮草是可以的 370吧 370吧 万一城里面的那个部队 就是我们有楼船 其实带不带楼船无所谓的 几兵 反正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说在水上作战 我们应该等会儿王朗的部队要出来了 他从城里出来打我们了 是这样的 就是电脑从城里面出多少队伍 取决于 就是电脑从城里出到队伍 取决于你的队伍有多少 你看他一下出了多少人 27000人 相当于是我们的一倍以上 我们颜白虎先不要着急进去 先不要着急进入这块领地 我们看一下孙策有没有行动 看下这个剧本 孙策就是这次开局 孙策并没有就是说直接打这个流遥 一般来讲在这个剧本里面 孙策是一定会直接就是说 跟流遥开干的 这也符合历史吧 对吧 孙策统一江东 我们现在颜白虎可以放进去 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我这个阎兴的队伍 所以说不用担心 他会来追我这个颜白虎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运气还是不错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这个淘千并没有出兵来打我们 但是呢 即使出兵来打我们 我们也不怕 因为我们在曲额岗留了2000人 这2000人可以牵制注意 这个淘千一段时间 他们过来追我们了 这个时候呢 千万千万要注意走位 就是千万不能让 让这个王朗的队伍和你处于一个攻击距离以内 这样的话你就彻底失败了 好 现在淘千出兵来打我们了 你看仅仅过了两三个月 他就已经出兵打我们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开 我们只能就是拼一个速度 首先我们要先在这里建一个火球 这个剧本核心的这个概念就是烧 就是烧 建一个火球 4000人队伍可以一下子建好 并且我们在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处于这个城池的这个两步以内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保证 就是说他会持续的降低士兵 并且在被火球烧了以后呢 他的耐久呢 恢复的不会那么快 首先陈灯他要过来的话 大概需要十几天的时间 就是四五个月的时间吧 十几个回合四五个月的时间 他打下曲额岗以后呢 他并不会立刻的进攻我的五 所以说我还是有时间可以准备的 只要我们在这个 在这之前我们把这个会计给打下来 我们就可以吸收王朗的人马 那么吸收了王朗的人马以后就好打很多了 因为他全是内政和智力的人才 这些华清啊 许静啊 许贡啊 这些人 虽然说在整个三国的历史当中 他们并不是什么非常有名的这些人 就是并不是那种 并不是那种能力特别强的人 但是在对于这个盐白虎来讲 他们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你继续在这儿造个火球 注意火球的烧的距离是三格 所以你建在三格以外 或者说直线 就是你的跟他的这个直线的这个角度啊 无法烧到他成 那是没有用的啊 是没有用的 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直线的三格以内 可以可以烧到他啊 我们继续烧 已经两个火球了 我们应该是有七八个火球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 阎兴去哪里很重要 如果说我们直接往上走的话 那么他有可能 这些兵就会回城了 所以我们不能往上走 我们要往下走 往下走也是通往会计的一条路 所以说他还会继续来追我们 当然他追我们也是时间有限的 因为他的粮草呢也会用尽 所以说当他粮草用尽以后 那么他也就 他就只能被迫回城了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嘛 让他躲在城里面 然后我们把他的城给攻破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下子 俘虏他所有的人马 就是百分之百 可以俘虏他所有的人马 因为如果他人在外面的话 那你就没办法俘虏他人马 那你后期想要登庸他就难了 后期想登庸他 只有他在是你的俘虏的时候 你登庸他才是比较容易的 只要他跟你不是那种厌恶关系 其他的不用管 然后我们关注一下 这个陈登的部队 已经快到了 看他还有没有其他人 没有其他人 这是好事 因为让陈登出来的话 一般不太可能说 让陈登攻破我这个曲额岗以后 立刻派陈登去 攻陷我这个座武 这座城市 一般是不太可能 因为一般来讲 他要电脑要是去选一个 攻城限地的这个武将的话 那么他可能是会选那种武力值比较高的 陈登相对来说武力值比较低 他是个文管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梁草还有九千多 很充足 但是你看王朗的梁草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而且他这个城里面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人了 如果说他这个城里面 有一个人的话 那么他也是不会出来的 我们王朗一般来讲 他可能会有六个人 就是在开局以后 因为他有可能会去登拥别人 所以说他有六个人情况下 他一般会出来五个人 五个人的话 那么他如果城里只有最后一个人 他是不会再出征来打我们这个部队的 所以我们阎白虎已经快要把这个会计攻陷了 当然陈登离我们的许恶岗也不远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开局 我们其实是没有时间去浪费的 我们必须得快马加鞭 就真正的快马加鞭 要把这个城池给攻下来的话 而且钱要带的足 钱要带的很足很足 然后阎兴我们过来 其实相当于是支援他 相当于支援他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部队已经回城了 他们攻陷了这个湖阳岗 攻陷港口以后没有关系 为什么因为攻陷港口以后 电脑他会把港口里的人才给留住 所以说他并不是说就待在港口就不出来了 也不是 我们现在随便研究一下能力 研究个智力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对我们造成一些困扰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等一等 就是我们并不能就是着急的就是把城池攻下来 我们得等等等他把这些人 就是召唤回那些召唤回这个会计以后 我们才能就是把他撑打下来 那么现在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要着急 我们等他这个许攻过去 我们不要急着跟他发生冲突 因为这样对我们没有好处 不要着急跟他发生冲突 反正他这个人也马上也跑光了 对吧 他没有粮草 马上人就跑光了 所以这个剧本里刘瑶还是运气挺不错的 孙策都没有派兵来打他 他反而是派兵去打这个孙策了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出乎意料 现在的话 我看看 我看看他这个人有没有回去 果然回去了 很好 但是我们要等这个许攻也一起回去 这才是最佳的策略 等许攻也一起回去 算了 我们还是不要等许攻一起回去 因为他马上要出来了 他马上出来 我们直接把他烧死吧 点错了 这个是点错了 没办法 他队伍灭掉了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烧 他还有最后一点点耐久 把打下去就行了 当然他有可能会从城里面出来 就把我们晕掉 那没有办法 糟糕 王朗出来了 哎呀 这个有点难受啊 其实我想俘虏的是王朗 好 好 好,不要管,不要管那个鱼翻了 那个鱼翻只能就是说等等再去登庸他 因为我们没时间了 把王朗登庸过来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这样我们先把这个王朗灭掉以后 我们立刻进入登庸的这个阶段 当然鱼翻他会在这个城里面待一段时间 所以说他暂时是不会跑的 只要我们速度够快 我们是可以成功的在这个鱼翻逃跑之前 我们把他登庸来的 现帝直接给我们爵位了 这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有两座城 一般来说你控制两座城以后 他会那个汉仙帝会立刻给你这个 给你这个爵位 我们登庸一下王朗吧 哎,难呢 必须得把王朗拿下 因为不把王朗拿下 那个你你就没有办法拿下后面的人 你只有把王朗拿下以后 你才能就是说任命他为军师 然后任命他为军师以后 你才能去登庸其他人 否则的话你这个永远是不行的 没办法破局 拿下一个王朗都这么难吗 不要管其他人 只登庸王朗 其他人都不要管 那我们试试登庸其他人看看吧 与公孙赞的关系变成不和 没有任何意义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登庸个别人看看许贡能不能登庸 许贡让严新去登庸 还是不行 因为这没有军师啊 所以说我们 就是登庸起来非常非常难 就是我们很可能就是在那边浪费回合数 你知道吧 许贡都失败了 但没办法 就算一直失败 我们也得一直登庸 因为只有登庸成功一个 就是叫什么 智力在在70以上的人 成功登庸划清 这是个好事 这是好事 早上应该先登庸划清了 因为划清 对划清是在历史上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一个人 所以说他比较容易登庸啊 成功登庸划清这是好事啊 但我刚才忘记包赏了 完了 亡朗逃亡了 完蛋了 这是一个失误啊 一般来说应该先登庸容易登庸的啊 让我们军师赶紧让划清当当军师啊 但是他逃跑了也不代表我们就没办法登庸啊 登庸了许功 好 还是很难很困难 董席不行 贺旗也不行 这个山岳头目就不管了 这座城保不住的 保不住的 这座无是保不住的 不用管了 不用鱼帆失败了 对这个地方我们确实是失误了啊 我们应该先登庸划清啊 因为王朗他他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登庸的人 所以现在只能祈祷就是他不要跑 不要跑掉 一般来讲啊 如果说我不是一个那种 就是我是一个很小的势力 我一般这种舌站 我都会关站的 因为我想把它给收服啊 如果说系统自动的话 那呃 可就是就是flip a coin 那种就是一半一半的那种概率 就不算保险 至少你如果跟他呃直接打的话 那么你呃 获胜的概率还是有七八十的啊 但如果你们智力相差太多的话 那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继续 因为对于盐白虎来说任何一个人才都是呃都是迷族珍贵的 任何一个人才 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故事吗 所以说就比谁的那个谁的更大就可以了 啊 我有时节 哎 他居然刷出一个时节大啊 那没办法 他又是时节啊 那我们就只能无视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 嗯 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对付他的牌了 而且也没办法这个 啊 不错 我们把它弄镇静了 相当于他的愤怒状态直接就消失了 嗯 要不要继续无视 算了 我们受一受一次伤害吧 受一次伤害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愤怒的状态啊 还没有达到愤怒 差一点点 啊 这个终于可以可以熟虑了 但是他用的不是时节 所以说我们其实不需要熟虑啊 我们直接倒立大就可以了 因为熟虑的话 你是留着留着比较好 熟虑不一定非得随时能用的时候就随时用 我们这次胜算还是挺大的啊 继续倒立小 他无视 他无视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入愤怒状态 但是他也有可能让我们镇静下来 因为都是相对嘛 大家都是冷静的性格 哦 他不仅让我们愤怒下来 他自己还处于愤怒状态了 这个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的劣势了 非常的劣势 因为他处于愤怒状态 他每回合都可以熟虑 我们是应该是每三回合熟虑一次 他是每回合都可以熟虑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挨他打 但我们血还是比他多一点的啊 最后一回合 我们熟虑一下 终于可以熟虑了 熟虑了以后把那个唯一的故事给弄没了 不过就算有也没有 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并不是那个 我们并不是那个道理大 他怎么这么多这个道理啊 还好我们有个诡辩的这张牌啊 没有诡辩我们真打不过啊 来个故事大 这个好事 我们再打他一下就可以获胜了 这个时候我弄个小吧 去垫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他把我们给 让我们给冷静下来 我们熟虑一下吧 只要出一个故事 我们就赢 出一个故事就赢 出来了 好 那这 那这回就赢定了 只要蛇战赢了以后 他必定会 叫什么 必定会那个跟随你 在这个里面 我讲一下 这个不管你蛇战胜利以后 你选择那个同情他 或者不放过他 他都有可能变成轻伤 所以两个是无所谓的 你看还是变成轻伤 就算我选不放过他 他也是轻伤 好 礼服加入 对 我们在这个破城之前 我们用这个城里面的钱包赏一下 我都不敢 我都不想去占领这个巨章岗 因为我就想赶紧登庸这些人才 但是可惜一个都登庸不了 真的是难上加难 来去搞一下吧 被打下来了 无所谓的 这样正好让我们跟这个桃千 有一个缓冲的敌战 难 主要是君主是 颜白虎 如果君主说换一个人的话 那有可能会容易很多 这个有可能 等一下 还是失败 没有 这个时候孙策开始打这个刘瑶了 所以说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因为刘瑶撑不住多久 划清上场你这个许境都不过来吗 这就很没意思了 而且这个这次王朗跑的实在是也有点快 都不行 我们现在是没有必要搞这个建设的 因为我们暂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因为我们处于我们这个地理位置是比较比较好的 我们处于地图的最下面 而且我们没有登庸这王朗鱼帆之前 我们去搞那些建设也没有意义 还是很困难 其实如果说我们选那个叫什么有战死的话 我们其实相对来说会破局会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我们只需要就是故意把这个颜白虎给弄死 我们我们就可以那个了 就是我们就可以只换一个魅力高的或者智力高的一个君主 这样的话我们呃 等用别的武将就很容易 可以让他们见黑市 他没有必要去见那个市场 太费时间了 难呢 这样我们就先瞄准一个人登庸好了 把陶千攻下了这个五 不过他只有六千多人 所以暂时对我们没什么威胁 我们已经登庸不了王了 但是我们成功登庸许静 等用成功鹤旗 那其实现在的话我觉得没有王了 应该也还是可以打的啊 因为我们也有这一堆人才了 王朗居然没有是在野的状态 看看虞藩呢 虞藩没有了啊 虞藩也没了 不过我们还是有三个 有四个政治比较高的 华清王朗许公和李福 并且我们有了贺琪 贺琪可是那个江东的名将啊 而且我们这边还是有机会能登庸成功王朗的啊 哎 成功了 不错 很好 赶紧包上 赶紧包上 虞藩没有就算了 有王朗也不错了 虞藩被他登庸了 所述都是不容易出现蝗灾和瘟疫 不过后续我们可以把这个吴给打下来啊 他只有六千人 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容易的啊 很容易攻陷 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呃 当你有一个武将 他如果说这个呃 忠诚特别低 然后呢 你又来不及去包上他的时候 就比方说他忠诚有只有七八十 然后但是很快他已经有敌人在登庸他的过程当中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你派他去呃 建个建个建个建主啊 这样的话他是不可能被登庸走的 他在建建建设的过程当中 是不可能被登庸走的第二个方法 就是你派他去登庸一个呃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一个呃 不可能登庸成功的人或者是任何人呃 这样的话他来回就得两百天嘛 对吧 你比方说一百天的一个呃 登庸的一个过程 他来回就得两百天 两百天之内他也不会被别人登庸走啊 因为他是在执行这个任务 虞帆还是在野啊 不错 甘宁啊 甘宁是算了六十天 啊 虞帆没有被他登庸走啊 啊那说明我们还有希望啊 啊虞帆来回到会计了啊 难呢 我们只如果能登庸成功余帆的话 我们内政的人才就很多很多了 那我们基本上呃 造市场就不可能超过三十天 先先余帆啊 先余帆这个董席呢 可以先放放 我王朗亲自出马都登庸不不来你吗 那成功了 董席也不错 因为为什么 因为呃 我们自身已经有一些就是呃 呃 比较能争善战的武将了 像像那个盐白虎的话 他只是智力低一点了 但是你看他这个视性 几云还是A的 然后武力也有个70 怎么说呢 也就是稍微能打一点 我们可以尝试去探索 去赚点钱啊 探索人才 这个是呃 前期赚钱的一个方法 诸葛锦 这这我们一定要叫什么 我们一定要折战成功 一定要折战成功 必须得观看 这个我们得非常非常小心 啊 他智力还比我们高一点 嗯 我先来个大鹤吧 哦 糟糕被他捂射了 嗯 熟绿吧 因为诸葛锦的特技是那个说客 呃 有这个说客的话 就我们在跟别人同盟的时候啊 更容易切入舍战啊 或者同盟停战啊 那各种各样的这个外交上上面的事情都是很容易切入这个呃 蛇战的 诡辩 诡辩的话是不管他出什么样的呃 小中大 我们都可以把它反弹回去 除非他大鹤啊 诡辩是无法反弹大鹤的啊 这个要说清楚 诡辩是无法反弹大鹤的 但是无视是可以无视掉大鹤 我们总是不出这个对应的这个呃 讨论 讨论的这个牌 就这就很 我们优势就很小 比方说现在呃 现在讨论的体主题是时节 我们总是出不了时节 那那我们就很吃亏啊 嗯 我不想用愤怒 因为我们马上本来也要进入愤怒状态 用一个愤怒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 嗯 他用画术 他用画术是诡辩吗 他大鹤 完了 可能打不过了 不要让我们镇静下来 没有让我们镇静下来 这样还好 好 我们道理大 就获胜的可能性不高 现在就是 哎呀 还好还好 成功了成功了啊 诸葛景 哎天有没有鱼帆我都无所谓了 诸葛景都来了 这个 我们现在就基本上就 慢慢的发展就可以了 可以安稳的发展 但是诸葛景的忠臣 我不能不敢保证啊 居然是一百啊 这个很好 语帆还是不过来啊 诸葛景王老全在我这 他都不过来 这个倔强的老头啊 哎 成功了 很好 他终身在90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所属武将啊 诸葛景华清王朗于帆 许静礼服贺琪许共 董西燕白虎言行 政治 全是很高的啊 诸葛景的政治居然不是最高啊 那我们 玩到这里的话 下一步基本上也就是 嗯 能把淘迁淘迁的这个城打下来 就可以先打下来 或者呢 你如果不想打的话 那么 也有一个选择 就是你在这里安心发展 然后呢 你可以派一支队伍去 占领一个空白城市 比方说长沙 空白城市的话 因为你走刘瑶的领地是可以走的嘛 对吧 然后走水路 注意只要避免孙策的队伍出来 然后去占领长沙就可以 那 这期的这个 颜白虎速推王朗的攻略就做到这里 谢谢观看